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黏人 现在两岁半了 是个男孩 我说黏人到什么程度呢 你能给我表达 描述一下吗 他说我走哪儿跟哪儿啊 寸步不离 我做饭他站在旁边 就连我上厕所他都蹲在旁边 他都站在旁边 就得陪着看着 我真的特别头疼 出去之后也是这样 见人也不打招呼 就是抱着我的腿 显然这个孩子已经让妈妈烦恼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我问了他许多问题 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问他 问完这个问题之后 这个妈妈眼泪刷了一下 喷出来了 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 我问他 我说您这个男孩站着撒尿还是蹲着撒尿 相信我问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要问了 这个妈妈也顿悟了孩子眼泪 她的眼泪刷一下就流出来 然后他哽咽着跟我说 王老师啊 不瞒您说 我问了您这么多的问题 我回避了一个 就是我是单亲妈妈 自打孩子出生 没几个月之后 就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长大 我说另外还有谁帮您带孩子 她说是孩子的姥姥 我说有姥爷吗 没有 就是姥姥和妈妈把这个小婴儿男孩一直带到了两岁半 我说我问的这个问题 你明白了吗 她说我好像是明白了 因为这个小孩从来没有见过男性站着撒尿 永远都是跟妈妈在一起 跟女性在一起 好 刚才我讲的这个小案例 也许让你心情很沉痛 也许你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家庭中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道理 父亲从最基本最基本的功能角度来说 他是一个男性 他要为孩子成长中做出很多很多的示范的作用 但是一定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父亲为什么不可以缺席孩子的童年 现在看一下这条报道 研究表明这是一个北市大和一个世界联合国组织做的一项研究报告 一共调查了五年的时间 跟踪了一千多个家庭 他会发现什么呢 会发现原来父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占主导地位的父亲不超过15% 这个比例太低了 真的是太低了 中国的家庭 大多数谁来在家庭中占教育孩子的主导地位 毋庸置疑 妈妈 中国现在的女性真的是很厉害 在外工作 在家 也是一把手 那么在第二个项目调查中会发现 爸爸跟孩子沟通的时间 不超过一个小时 哎呀 看到这条报道 我的心顿时沉重下来 一个父亲跟孩子没有沟通 如何谈教育 如何谈教育 真的无从谈起 好 我们来看一则 这个关于语言方面的 发展的一个科学的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也是来自于国家卫纪委 他们经常会出很多这样方面的 这个这个文献 我也是从那里获得的 他们这个文献是来自于美国 美国对家庭 做了三类家庭做了一个对比分析 一类是文化程度比较高 家长跟孩子说话 他们就会用单词来记录 说话单词 每天达到2000个字符这样的家庭 这是一类 然后下来是1200个 是中等收入家庭 它是根据家庭来对比孩子的语言发展 那最后一类是低保家庭 低保家庭 他们跟孩子说话字符 每天都不超过800个左右 就800左右这样 那么他们现在孩子怎么样呢 跟踪三年之后 请你看一下曲线图 最上面那根曲线图 最上面那根就是爸爸妈妈文化水平高 说话多跟孩子词汇多的家庭 最终孩子的表现 蹭蹭蹭蹭蹭 最后上去了 孩子到三岁的时候 能够积累1200个词汇 那么中间那一根是中等收入的 说话一般般的 不多不少的 是中等的 然后最差的那一根 是低保的 好的和弱的 相差的倍数 确实让我们感觉震惊 达到两到三倍 这是家长跟孩子的语言表达的一项 这只是语言一项 父母跟孩子的语言 尤其爸爸的语言 跟妈妈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请问你回忆一下 你想一想 闭上一想 想想回忆一下 妈妈没听跟孩子说什么 宝贝吃了吗 宝贝喝了吗 宝贝该吃苹果了 不断的都是围绕着生活来 爸爸愿意跟孩子说什么 儿子 去爸那个给我拿来 家长这是一种行为 去在给孩子下命令 看似干嘛 在指挥孩子 在犯懒 很多爸爸是懒爸爸吧 说到这很多家长 特别有共鸣 说他爸爸特别愿意指挥孩子 去儿子拿哪个 去儿子拿这个 看似爸爸在犯懒 其实孩子在听懂指令 并且做的恰当的行为 就看似生活中 这一个小对比 还别说爸爸有多高的文化 能够跟他谈一谈 天文啊 地理啊 谈谈这个 这个 这个 科学探索的事啊 还不说这些啊 就是简单 生活中的一个 情景在线 就会发现 爸爸和妈妈的语言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会看到 孩子的对比 从什么时间开始出现 分水岭 请大家看一下图 分叉的地方 基本在18个月 18个月啊 孩子才一岁半啊 很多爸爸说 我一岁半 我孩子 我都没在身边 对吧 那一岁半 不就是个吃奶的孩子吗 那都是妈妈管 我都没插手 这就是爸爸的失败 孩子 无论从多大开始 父亲都要上场 啊 我们跟家长 鼓励的是 那零岁到一岁的时候 妈妈唱主角 爸爸唱配角 啊 零到三岁的时候 妈妈可以跟爸爸 啊 一岁到三岁 可以各分伴 但是三岁的时候 爸爸一定一定要出现 如果三岁的时候 爸爸再不出现 对不起 就要出现很大的问题 来 我们再看一下 父亲对孩子智力的影响 父亲对孩子 两个方面会影响 第一个方面是智力 第一个 第二个方面是人格 智力方面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 科学的报道啊 研究实验的报道 报道的结果是什么 如果爸爸每天能跟孩子两个小时以上的交流 玩耍 沟通 这个孩子的智力水平 明显比不这么做的孩子要高 啊 这是一个研究报告 啊 那么刚才我也在谈爸爸和妈妈有什么不同 男性和女性有什么不同 男性的思维更加有逻辑性 男性的做事情 男性的做事情更加有目标性 啊 男性的语言表达更加的简练 在这呢 也想跟家长们分享一个 呃 这个这个数字 啊 这个数字 男性一天 说 七千个词汇 这都是国外的这调查啊 都是词汇 男性一天 说七千个词汇 而女性一天 说两万个词汇 所以我们会觉得女性特别刀了 是吧 唠唠叨唠唠唠叨唠叨 说的都是家长里短 男性的七千个词呢 相对都是比较有逻辑性的 有针对性的 有目标性的 并且男性比女性的 比妈妈 跟妈妈来讲 跟孩子在一块玩耍 他们更加有大胆 有创造性 我在亲子园里边 在我们的园所里边 我就看到这样的场景 什么场景呢 你看 奶奶陪孩子上滑梯 是这样的状态 保护 呵护 拉手 绝对不会松手 一定是拉着 妈妈是陪孩子上滑梯 走平衡目是什么状态 这样